心圆时影 你知道你是谁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 作文一般开始都喜欢用 光阴四见 岁月如梭 一转眼又到了 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那时每天被沉重的功课 填得满满的 只是被岁月的轮子 推着往前走 哪有什么心思去想想时间的快慢问题 去感叹岁月的消逝 只是少年不是愁滋味 为辅心诗强说愁罢了 上中学时 听到一首很负责里 发人深省的艺术歌曲《问》 当时被更多的功课和考试 压得喘不过气来 更没有感叹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年岁的增长 人生阅历的增加 不由得会常常思考 歌词中提出的问题 感叹花年如水 你知道你是岁月的增加 你知道花年如水 你知道笑笑 变得几分憔悴 吹吹 吹吹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 有多少希望的泪 你笑笑 吹吹吹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人生如蕊 你知道笑 爱都会和沉醉 吹吹吹 吹吹吹 你知道水时的过来 有这种温凉的泪 你笑笑 水 水 水 这首歌由肖有梅作曲 一尾斋作词 发表于1922年 作者透过对人生的感慨和发问 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感情 表现了苦闷彷徨的心理 一尾斋在上海被日军占据后 绝食抗疫 心境越来越差 最后在贫病忧愤中而死 得年68 一晃 我们在疫情中已过了两年 有人笑称 2022年是 2022 又是2020年 不知道在新的一年中 我们会遇到什么苦难 有多少生离死别 但是 如果我们深知自己是谁 我们一生的道路 必有创造主的美意 就不致恐惧忧愤 苦闷彷徨了 封远量每一名 既让心如我身一决 我的心更多可怜 在我眼前的命 раньше 那在世我发情愿 在我眼前有灵感情 那在世我发情愿